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毒啊有可能就隐藏在我们家里边 隐藏在神秘食物中的超级元素 竟能帮助我们有效杀灭癌细胞 哇 很有杀气的味道 大医生即将揭秘强有力的抗癌武器 权威饮食之道 让你远离癌症风险 马上播出 敬请关注 欢迎大家收看由北京同仁堂阿娇 独家冠名播出的我是大医生 大家看 我手中的这个培养品 里面就是装的 我们一直以来认为最可怕的东西 就是癌细胞 大家都知道 癌症是疾病之王 今天在大医生的舞台上 我们就第一次让大家看一下 癌细胞究竟是什么样子 这一瓶是癌细胞的提取物 我们放在显微镜下看一下 它究竟是什么样子 你说你觉得癌细胞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这个癌细胞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可能之前我们普通百姓没有机会看到癌细胞对吧 我们顶多能够知道肿瘤是什么样子 屏幕中下方的那个癌细胞里面 有一个跟其他细胞长得不一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核 有点像那个大家吃过核桃那个核桃仁 有像大脑的那个形状 这个就是癌细胞和其他正常细胞最不一样的一个特点 每一个癌细胞它其实就是靠这个特别的大脑进行繁殖的 我们知道这个癌细胞是以密质数的这个程度繁殖得非常快 肿瘤细胞的有氧效解的速度是正常细胞的八倍 非常快的速度 那么它是不断地侵蚀周围的细胞 那么不断地扩张 没有细胞能够阻挡它 我们叫做这个无敌了 所以说由于它这种不断地扩张 那么就形成了最后形成了肿瘤 那么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抑制住它这种疯狂的生长呢 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几个抗癌的法宝 我们将第一样法宝 滴入了癌细胞这个培养敏中 那么我们看一下把这种神秘的物质 加入癌细胞中24小时之后会发生什么变化 神秘物质对癌细胞究竟有什么样的惊人作用 今天我们来到中日友好医院的临床医学研究所 让研究人员给我们做一个实验 我们从癌细胞培养液中各取10毫升 放入两个培养瓶中 显微镜下观察两个培养瓶的癌细胞数量基本一致 此时我们在其中一个瓶里加入一种神秘物质 接着将两个培养瓶放入二氧化碳培养箱中 进行24小时培养 通过收集培养液加入煤移消化收集细胞和台风蓝染色 最后研究人员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惊人的变化 为加入神秘物质的癌细胞培养液未见癌细胞死亡 而加入神秘物质的培养液中 30%的癌细胞变成了蓝色 变蓝的细胞是已经死亡的癌细胞 这种神秘的物质竟能在短短一天的时间内 杀死30%的癌细胞 它究竟是什么 女神登场嘛 肯定有护化使者要献力 对不对 那我们赶快让护化使者揭开我们的意味 两位护化使者谁告诉我 到底这个里面是什么 这个现在还不能揭晓 还要再给女神一点神秘感 不过您可以闻一下 好 袁医生 哇 很有杀气的味道 很有杀气的味道 我们知道自然界中就有一些物质 可以抑制癌细胞 那么我们可以叫做它就是超级元素 那么这些超级元素呢 如果我们将它吃进去以后呢 就会达到刚才小片里面那个效果 那么今天我们的大医生呢 就要跟大家揭晓 这些能够抑制癌细胞的超级元素 超级元素 吃过之后能够达到刚才小片里面说 抑制癌细胞的效果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我来这个节目之前 月月已经给我打过预防针了 月月说 说我王晨刚是一特别不靠谱的人 所以就这三个小盒子里面的秘密武器 是你带来的 我都是画着问号来听的 女神 我第一次献包 你就这种态度 对 我想要不要让王晨刚给我解释 我一定要请比他更牛的 更大咖的专家来给我解释 我觉得权威度 可信度才更高 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一位专家 就是来自中日友好医院 中西医结合肿瘤内科的主任 贾力群主任 让我们掌声有请贾主任 贾主任 刚才王晨刚忽悠了半天 说这里面又有什么神秘的 能够抗癌的物质 吃完了之后 有效减少癌细胞的滋生 那我觉得他说话 我都画着问号呢 您给我说说 这里边到底是什么呀 这个东西真的有那么好的效果吗 要想知道这神秘的东西呢 我们首先呢 要了解肿瘤是怎么发生的 嗯 对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其实肿瘤的发生呢 就是一个脉性中毒的过程 实际上而且这中毒呢 我们从癌的这个字上 就可以看出 三个口子 一个口子吸烟 一个口子喝酒 还有一个口子 就是我们的饮食 实际上在我们饮食当中 就潜伏了很多的一些 毒性的致癌物质 嗯 所以要了解桌上这些解药 我们首先要知道 我们是否中毒了 这些毒啊 有可能就隐藏在我们平时生活中 就是我们家里边 要想解毒 我们就先要知道 是怎样中毒的 那致癌的毒到底是什么 他们究竟藏在我们家中的哪里 我们随机进入了一户普通居民家中 进行调查 根据大医生的提示 还真的从这户居民家中厨房的橱柜里 灶台旁 和冰箱里找到了三样东西 这三样东西 基本都是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 它们究竟是什么 又为什么会导致癌症发生呢 哇 这些都是从我们百姓家里面 搜罗来的宝贝是吗 但是这些还都是可能会导致我们癌症的东西 先来看第一啊 认识吗 李宽敬 我要是这个再不认识的话 我就真是没法当主持人了 这不就油壶吗 这太普遍了 谁家没有啊 这个油壶可不是一般的油壶 这里头有一种毒性物质 这种毒性物质呢 就会导致 胃癌 胃癌 哎呦 家主人 您要不要这么吓唬我呀 我第一次来 您就拿了个油壶就说要得胃癌 这个油壶呢 实际上它的特点就是个老油壶 看底下有很多这种油渍和这个油垢 对 我们做一个实验 看这里头会有什么样的毒性物质 可以导致胃癌 如果长时间不清洗 油壶内就会积存很多油垢 而这些油垢就会滋生出致癌的物质 那么这些致癌物质是怎样产生的呢 它们的真身又是什么呢 通过一种叫做食用油酸架检验试纸的工具 我们可以对油壶上的油垢进行检验 看看这些油垢发生了怎样的化学变化 好 结果已经挺明显的了 我们拿起来给观众对比一下 这个是那个老油壶里的 没错 这个是新油壶里的 果然老油壶里面的这个颜色变化特别大 变黄色了 变黄色了 这个能说明什么道理呢 这个油垢已经发生了酸性的改变 我们叫做酸败现象 那为什么会发生黄色呢 就是说它长期的一些油垢和油渣 里面发生酸性变化 产生了油垢的脂肪酸 那么这个酸败现象呢 在这个油垢脂肪酸呢 和四指当中的一些湿地就发生了颜色的改变 问题是这个酸败的油呢 它油垢的脂肪酸呢和空气一结束 它还会产生一种 就今天我们说这个毒性致癌物质 叫还阳饼拳 那么这种还阳饼拳呢 有科学证实 我们给老鼠皮下注射还阳饼拳以后呢 每一年注射超过280毫克 那么就可以使这个老鼠呢 产生癌症 还阳饼拳还是比较强的一个致癌物质 但是在我们油壶当中 我们经常有的家庭不注意 这罐油用完了再把新油倒进去 这时候就会污染新油 那么我们日复一日地这样使用下去 就形成了刚才我说的慢性的中毒现象 这样这罐能用一个月清洗一次 清洗一次呢 然后再把这个新油放进去 我得洗这油罐 我在网上搜索了一套洗油壶的绝招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太好了 洗心的袁医生搜索了一个清洁油壶的小妙招 可以高效快捷地清理油壶里的油垢 这个妙招需要进行以下准备 清洗油壶首先要准备桃米水 这个一盆水啊 这个就是咱们桃米用的水 然后我们先要把桃米水呢 有生活经验的阿姨都知道 它是弱碱性的 它其实就有点像咱们那个肥皂液一样 对 有清理污渍还有油垢的功效 当然这个只是清洗的第一步 好的 然后要把这个附着在杯壁上的这种老油垢去掉 我们还得有另外一个法宝 那个鸡蛋壳 鸡蛋壳也能用来清洗油壶 但是呢 不能整个的鸡蛋壳放进去 我们要把鸡蛋壳捣碎了 我们放到油壶里面 就煮鸡蛋 我们吃鸡蛋的时候剥开鸡蛋皮 别把那皮扔了 那皮可以留起来 将来用来清洗油壶 一个神奇的法宝 白醋 经常擦那个油烟机的时候 有人喜欢蘸点醋来擦 你谁也擦油烟机 倒醋的量呢 其实也根据这个油壶的容量大小 我这个只是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鸡蛋壳呢 其实放的还可以再多一点 鸡蛋壳就起到了一个很好的 一个毛刷的作用 对 放鸡蛋壳的多少 主要取决于早餐吃了多少 你还别说 看这个 这个油果然自己都下来了 顽固的这种附着在油壶壁上的油渍 现在已经开始慢慢地动摇了 对 那原液这个方法非常好 大家看它使用的都是非常环保的东西 对 没有化学的东西在里面 对 没错 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提取到的一些原材料 而且都是便废为宝 除了浪费点醋之外 其他的都还好 都说这个智慧来自于民间 我想问问咱们贾主任 您在家里边清洗油壶吗 有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办法 我发现了 要想这个当大医生 就是既要上讲堂 还得下书房 有这个话说的好 给你鼓鼓鼓掌 所以这个我们家呢 它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 什么办法 用点碱面 就是小苏达 小苏达呢 用点温水 给它拥开之后 倒进这油壶里头 这种老油呢 是偏酸性的 它发生了酸性的这种现象 那么用一点温水 含有碱性的东西 很容易就融开 变成了盐和醇 蘸化很容易 也把这个油垢就可以清洗掉了 通过试验 我们得知 长时间不清洗的油壶 里面会产生油垢 而油垢发生酸败现象 会滋生致癌物质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也会让油壶变成危害健康的杀手 这种情况又是什么呢 刚刚你们在这忙活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啊 你想这油壶待在这个位置是哪啊 灶台旁边对不对 那灶台的温度得有多高啊 所以这里边的油发生变化 除了二十多年不洗油壶之外 跟这温度有没有关系啊 这个塑料啊 塑料的这个器皿里头 有一种增硕剂 也是一个致癌的一个毒性物质 有时候我们习惯放在这个高温的地方 还有包括一个阳光照射的地方 那很容易就促进这个 这伸缩剂进入到 溶到我们的食用油里头 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了 慢性的一个中毒的一个原因 那怎么办呀 那就算我们这经常清洗油壶 那不还是会中毒吗 油壶我发现它除了这个塑料材质的 另外它还有玻璃的油壶 上面还有雕花的还挺好看的 玻璃的是最稳定的 我们就换成玻璃的油壶 更加安全一些对吧 那我们就了解了能够屏蔽掉食物 带给我们癌症隐患的第一个问题了 就是油壶 我们已经找到了解释它的办法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 可能导致我们癌症的危险食物会是什么 这个是胃经 这个也会导致癌症吗 每天都会吃啊 但是胃经在某一个条件下 它就会成为胃癌的杀手 那么到底什么条件呢 我们把胃经带往了北京化工大学分析实验室 用科学的实验来检测一下 到底在什么条件下会让胃经变成致癌的毒物呢 实验员首先取样了10克胃经 将其放入温度为150度的高温油浴锅加热 模拟胃经在锅中的高温环境 此时的胃经已经变成了棕褐色的液体 随后将已经融化的胃经液体 用活性碳进行脱色净化处理 再经过浓缩 6小时鼓风干燥 核磁共振检测 最终实验结果会如何呢 经过检测我们发现 胃经在高温加热之后 它的核磁青葡图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它就会变成一种致癌的物质 叫做焦化果然酸辣 我们一般的炒菜的温度 因为有油 基本在150度以上 所以只要炒菜的时候 放了胃经进去 就可能会变成您说那个致癌的物质 您这么说完之后 我今儿就不想吃炒菜了 你别着急 让这个聪明的王大厨跟你说说 放胃经的窍门 还有炒门 您那一声太了解我了 我们两个都是厨神嘛 实际上呢 胃经该怎么用呢 你在炒菜的过程中 温度很高 这个时候放进去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当你炒完了 把火关掉了以后 这个时候温度就逐渐地降下来 在触摸的那一瞬间 迅速地放两胃经进去 翻炒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的温度 就不至于使它变成焦化骨胺酸辣 是 一般在七八十度的条件下 放入胃经 既能够很好的溶解 而且呢 又保留了我们这个健康的 这个法宝的 我们怎样才能够替代胃经呢 就是这个 成端科技科技魔法大胃经 这什么名啊这是 实际上是一个胃经的替代产品 它的味道呢 是可以保留胃经的鲜味 又没有胃经那种会产生 焦化骨胺酸辣的这种作用 你能尝尝吗你这个 当然可以了 你这吃完之后 我不会直接叫120了吧 很好吃的 真的吗 对 来尝一下 很鲜耶 有点那种淡淡的海草的味道 怎么做呢 它的原料很简单 干100克 蛤蜊50克 冰糖20克 放在一起 打碎 然后融合 就变成了这个 那就是这个呀 难怪还挺好吃的 那这炒菜的时候 把这个放进去就可以了 是吗 没错 太好了 这个秘方呢 还补充很多的微量元素 所以营养 但是这个放置时间不宜太久 因为有一些蛋白质啊 这些东西 我们在这看看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三个致癌的物质会是什么 小炸鱼 你怎么知道我是大连人啊 特意给我带了一个小炸鱼 特别爱吃这个 这也是我最爱吃的 这也是我最爱吃的 一般有它我就不吃别的东西了 有人说呀 爱吃鱼的人都是非常聪明的人 我就喜欢您这么夸我 爱吃杂鱼的人是不要命的人 那是他 那是他 我们俩是两种人 因为这个杂鱼过程当中 特别今天放的一个杂鱼 就会产生一种致癌的毒性物质 为何小小的炸鱼会产生危险的强致癌物 这种致癌物会是什么呢 为此我们做了个实验 首先我们将油烧热 温度计显示的温度是180度 然后把一条普通的鱼放入锅中油炸四分钟 四分钟后将炸好的鱼捞出 并派到实验室进行化学成分检测 通过炸碎 加入饼铜乙酸等级容器萃取 和高效液色补移的最终确定 我们发现 炸鱼中存在一种强制癌物 杂环案 而煎炸四分钟的炸鱼 其杂环案的含量约为20毫克每千克 相当于三根香烟中杂环案的含量 那么杂环案到底是如何导致 我们身体发生癌变的呢 那么这里我们看大边产生的一个化学结构 是叫杂环案 强制癌物 杂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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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就是鱼的这个蛋白质 在高温下发生热烈的变现象 那么它产生了这些致癌的杂环案类的物质 杂环案里头我们街头现在的烤羊肉串里头 烤肉都会产生这个杂环案 连烤羊肉串和烤肉里面都会有 除了杂环案以外还有一个致癌物质 就是芳香厅类的一些致癌物质 那也会在这里面 也会在这 那么我们吃进去以后呢 它经过吸收杂环案 吸收以后呢 它就会在体内产生一种叫自由基的 这个自由基是很捣乱的 它可以破坏人体的正常细胞 然后呢损伤我们的DNA 我们知道细胞的增殖啊 分裂都是靠这个DNA的 那DNA一出现损伤 那就是出现了这个癌的这个危险 我讲一个病例 是我最近接触到一个病人 一个女孩 生活呢不规律 早餐基本上就是不吃饭 中午对付一下 到晚上呢就开始嗨上了 就是最爱吃的炸鱼 烤翅 再来两个羊肉串 一高兴再啤酒再来两罐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这样 他就是这种长期的生活呀 这种习惯了 但是最近来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已经患上这个肠癌了 28岁 28岁 患上肠癌了 而且我们检查的时候 已经不是一个早期的 那所以就说炸鱼会导致肠癌了 是的 咱们就没有点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吗 就我又想吃这个 把鱼炸完那个酥脆劲 然后又能够让我避免肠癌的发生 有没有两者坚固的好办法 也有这样的办法 那我们现在呢 看一下这个陈刚大夫 给我们什么样的条件 好 这个条件呢是这样 咱俩几个牌子 好 这两个牌子代表什么呀 第一个呢 就是炸鱼 我们的温度都是超过200度的 所以呢 200度以下就有可能会产生这个致癌物质 对 其次呢 这个炸鱼的时间 是很有讲究的 如果它在两分钟之内呢 产生这个物质就很少 可能不至于治病 但是如果炸的时间过长 你炸了七八分钟 炸了十分钟以上 甚至 还有这个烤羊串也是 好的时间过长 可能就会产生很多这种这个致癌物 炸鱼的时间不同 导致了我们这个致癌物质生成的量 是不是不同 我们还为此专门做了个实验 炸鱼的时间不同 生成的砸黄案的含量 究竟有何差异 为此我们做了个实验 我们将三条同品种的鱼 分别放入150度油温中烹炸 一条烹炸两分钟 一条烹炸四分钟 另外一条烹炸六分钟 然后将这三条炸鱼 带到了实验室中 进行杂黄案提取 经过打碎震荡 加入基溶剂萃取 和高效液色浦仪鉴定 等实验步骤之后 三个样本的杂黄案含量 得到了最后的认定 油炸两分钟后 产生杂黄案含量约 20到30微克每千克 油炸四分钟 产生30到50微克每千克 油炸六分钟 产生70到100微克每千克杂黄案 我们发现 鱼在油炸的过程中 两分钟以内 杂黄案的含量还不是很多 两分钟以后 杂黄案的含量呈直线上升 我们还对相同时间 不同油温的炸鱼 进行了杂黄案检测 我们发现 油温对杂黄案的释放 也会有影响 在160 180和200度的油温下 油炸四分钟 杂黄案的含量 分别为0.7 20和30微克每千克 在200度的油温下 油炸四分钟 所产生的杂黄案的含量 相当于五根香烟中 杂黄案的含量 所以在油炸食物时 请尽可能地降低油温 和减少油炸时间 那我还看到就是像饭店里面 卖的很多的油炸的东西 比如说松鼠鲑鱼 它是里面裹了一层面 然后再炸 它就特别容易炸得很脆 然后时间又不会很长 这个应该是个好方法 你看立坤他不下厨房 不会坐 但他会吃 但我能吃 松鼠鲑鱼 非常是科学的 它在杂鱼前面 裹上一个淀粉壶 这个淀粉壶呢 就是保证了这个 这200的温度 使鱼中的蛋白质 不至于在高温条件下 发生热烈解变现象 也不至于产生 杂黄案类的这个 这个是来用控制温度的 对 就面糊是可以控制温度的 因为你其实说 杂鱼时间短什么的 但是你这个温度 是没法控制的 你又不能伸手下去试一圈 所以呢 用面来控制它 不让它炸得超过这个温度 非常好 裹面糊 一方面能够降低 鱼表面的温度 与此同时 还能保证鱼肉中的水分 水分充足 同样可以减少杂黄案的产生 如果将这个癌症 比喻为一个恶魔之花的话 那么恶魔的种子 恶魔之树的种子 已然在这个身体内 开始种下了 如果我们把癌症 比喻成恶魔之花 那么我们之前 揭秘的致癌毒物 老油糊 味精和炸鱼 就是让恶魔之花 在我们体内生根的种子 为了防止恶魔之花生根 发芽和开花 今天 贾力群主任 带来了三件抗癌法宝 告诉您如何阻击恶魔之花的生长 抗癌法宝之一就要节目了 你让我们闻过味道的那个宝盒吗 没错 有没有感觉是什么 我印象太深刻了 就是很有杀气的味道 好 特别恶心人的味道 就是这个 就是个小试管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看来的第一样法宝 大算素 大算素 节目开始时 我们进行了一个实验 当时能够杀死 30%癌细胞的超级元素 就是王成刚手上的大算素 它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超级元素 这个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说能够有效抑制癌细胞 达到30% 还是做科学试验 反正他说的话 我都画了问号 我等着您给我解释 它还是很强的一个抗癌的超级元素 真的是超级元素 刚才我说了 那这些很多的一些致癌的物质 会引起细胞内的基因发生改变 那大算素呢 现在的实验证明 它可以调节我们这个细胞内的一些 抗癌基因 又到癌细胞发生凋亡 我们知道 胃癌的发生是由于一种 叫做幽门螺旋杆菌的喜菌 大算素对幽门螺旋杆菌 有没有抑制作用呢 幽门螺旋杆菌呢 和癌症现在越来越密切 就特别是和胃癌的关系 那它会呢 使我们刚才说的亚硝胺呢 更容易形成 导致胃的正常联盘发生癌变 那现在我们说这个大算素 我们这个超级的元素 可以杀伤这种 有没有那种学感的 哇 这超级元素 简直是太神奇了 我们得好好看看 不用看了 我这里还有一颗 哎呦 你这味比这蒜多了 第一次见女生不能白来 你得送点礼物 来去把门吃 见过送女生花的 见过送女生巧克力的 谁见过送女生大蒜的 你这送内太新鲜了 女生这是抗癌的好吗 我很关心你的 女生 就是女生想告诉我 大蒜素就在大蒜里 是吧 还不明显吧 大蒜素 不可能 还送一颗大蒜 还有很多 一关 他蒙你了 这里头呢 目前还不含大蒜素 合适您就送了我一头蒜 还不含大蒜素 您还蒙我 谁告诉你 大蒜里不含大蒜素 那什么里面含大蒜素啊 大蒜素是怎么产生的呢 是由于大蒜里头 有一种叫蒜氨酸 然后它还有一种物质 叫做蒜酶 这两者呢 还得在空气当中 有其他的一些 需要氧化 诚问 那就得张着嘴吃蒜片行 让它氧化 然后才合成这种超级的元素 大蒜素 我这还给你废了一头 你们这节目的男士都有送女孩蒜的吗 看我这个比程刚那个好得多了 好在哪里啊 请问 紫色的 紫色的蒜 紫皮蒜 你比它进步了一点是吧 但是也逃不出装蒜的境界 紫蒜比白蒜好吗 紫蒜的这个腥味强一些 我们看吃的时候更辣口 它里面含有的酸酸 跟鎂很高一些 就是它其实那个如果要是合成这大酸素的话 比它要更好一点 行 看出你的诚意来了啊 不过这两个蒜呢 还不行 我有比它还更强的 你也带了蒜 天哪 我也带了一头 好 大家看这什么蒜 太小气了 我们都是这么一大一头呢 贾主任 这叫毒头蒜 毒头蒜 您这个的作用比它们强吗 这个毒头蒜呢 说从这个植物发育来说 它是发育不良 营养不良的 所以才长出这个毒头蒜 我们知道这个毒头蒜和分瓣蒜是不一样的 而现在市场是吧 毒头蒜好像还贵一些 好 贾主任 它价钱贵 但是说它的功效怎么样 就是说谁更辣一点 浓缩的都是精华 对 应该是这个毒头蒜最辣 我同意 毒头蒜是最强的 要不我们找谁来尝一尝 我就特别想委托 是你刚刚来帮我尝一尝 但是恶魔之术的种子 已经在你身体那生根发芽了 不如你来一下 我尝尝我的籽子了 黄医生吃下了自己带来的紫皮蒜 虽然提高了自身的抗癌能力 但是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大蒜难闻的气味 他真的吃了 我不要跟他站在一起了 这个味道好难闻 大蒜刚才贾老师讲了大蒜是防癌的 你现在感觉好一点了吗 我现在已经补回来了 但是我的感觉特别不好 女神不要怕 实际上我们可以吃这种蒜就可以防止口气 这是什么蒜 黄蒜呢 在吃火锅的时候 北京人吃火锅愿意吃这个 这个可能是味道小一些 黄主任您吃这个吧 吃这个的话可能跟女神站在一起 更搭一些 你居然把这个东西放在兜里 这还能吃吗 我是担心我们的医生的白服还能不能要了 这个糖蒜也好 腊瓣蒜也好 是咱们国家的国粹 非常好 大家这个非常愿意吃 而且呢 它有利于这个大蒜树的吸收 有利于大蒜树 那看来您是比较推荐 大蒜泡成糖蒜再来吃了 是的 这是一种吃法 它有很多吃法 那比如说还有哪些吃法更好呢 实际上我给大家推荐两道菜 一个呢是大蒜炒菜花 它有一道菜是蒜末拌海带丝 大蒜里会产生一种大蒜树 是一个抗癌的物质 那么菜花呢 是现在公认的 就蔬菜里头抗癌的这个品种 首选就是菜花 它里面还有丰富的维生素C 那这海带呢 海带呢也是 它有含有C 也含有叫昆布多糖的 昆布多糖我们知道 算是一些多糖类的东西 都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 所以这两个大蒜树和菜花 或大蒜树和海带在一起 这样合理地搭配 抗癌的功效就会加倍 今天才知道原来大蒜这么好 这以前就没怎么吃过蒜 亏了 以后得多吃 回来 那你得吃多少 才能够起到您说的那个作用呢 真啊 就是这些 你这一顿饭把我吃吐了吗 一盘蒜没有招 当然不是一顿饭吃的 这是你一年吃的 我以为一顿吃这么多呢 女神 这一年都够了 我以后再也不想来你们节目了 你们节目的男士真扣门 送给你们 那么我们有一个科学的统计啊 我们一年吃1.5公斤的一个蒜 也就是三斤的蒜 那平均呢 每一天只吃5克 就能够比不吃蒜的人 得癌的几率呢 减少50% 5克是多少啊 5克差不多是这样一半吧 这是我们的一天的量 这是我们的一年的量 内坤 如果刚才我拿那个毒头蒜 你就吃四分之一就可以 这个分四天来吃就行了 对对对 就虽然你们送这东西吧 就是拿不出手 但是实际效果还是很好的 对对对对 老师我想问一下 我们中国人吃蒜 比国外的人相对多 是不是中国人得癌症的几率 要比国外的人少呢 也不一定 因为大蒜树不光来源于大蒜 刚才你说国外 你在国外集见 洋葱不是餐桌上是经常见到的 是他们吃洋葱 就像我们吃大蒜一样 对对 非常普遍 刚才您提到了洋葱 我们这里还真的有洋葱 这个儿大 对 好大一颗 洋葱也是蛮辣的 但是它来做菜的话 对于我们吸收大蒜素是有帮助的 对吧 它本身就可以产生大蒜素 还有大葱 好大一颗 那么要说一下 这个洋葱 除了有大蒜素以外 它还有一种叫做 勒皮黄素 这个勒皮黄素呢 是本身就是一个防癌 抗癌的物质 而且它也含有一些硬化锡 硬化锡呢 也是一个抗癌的物质 这三种有大蒜素的东西吧 真的是都是重口味啊 蒜 葱 加洋葱 这个当然重口味效果也会更好 刚才我们所说的超级元素呢 是指针对于恶魔之术 刚刚在这个土壤里扎根的时候 我们再看现在 由于生活习惯不良 癌症的恶魔之花 在人体内逐渐发育 进入了生长的第二阶段 此时此刻 人们还有没有办法和它对抗呢 那我们抗癌的第二个物质会是什么呢 这个饱号我们得来揭秘一下 就是它 小瓶 对 总是搞得神神秘秘的 这个白色的粉末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第二样抗癌法宝 也就是说 如果要是这个癌症的种子 已经在我们这个土壤里面开始生长了 一旦生长 它就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是吧 对 不信呢 我们做一个实验看一下 而且是现场做实验 为了对神秘物质的抗癌效果进行验证 我们的大医生准备了三张笔色卡 一张没有涂抹任何东西 一张涂抹上凡士林 一张涂抹上神秘物质 然后将三张笔色卡 在紫外线灯下照射五分钟 该实验又会揭示出怎样的科学结论呢 结果已经有了对吗 没错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涂了这种神秘物质的比赛卡 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还是白色的 第二个呢 就是涂了凡士林软膏的 它可能起到了一定的遮挡作用 所以呢 它变化比较少 第三个呢 就是什么都没涂的 你看 已经完全变成了紫色 对 所以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在这样照射下 可能这个人 变成了一个黑 变成了一个黑 变成一个黑 它有可能会发生皮肤癌了 那以后我们得涂着神秘物质 才开始上街了 这个神秘物质到底是什么呀 贾主任 这个神秘的物质呢 现在是这几年呢 是最时髦的一个抗癌的元素 叫卫生素D 我们的皮肤上涂上卫生素D 那么在一块地方 什么也不涂 经过这紫外线照射 那么涂上卫生素D的 那么它的皮肤癌的 患病率就非常低 有一个实验 就是说每天充足的卫生素D的补充 和几乎不持卫生素D的人比较 它肿瘤的发病率 能下降50% 我现在我的身体 就急需卫生素D啊 VD在哪里呢 我们去哪找啊 就在我们平时食物当中 差食脚已经盛上了 早有准备啊 你敢再抠门点吗 这个很贵的 别看少 但是它金啊 浓缩的都是金黄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真正的一个高级货 对 大马哈鱼子 洋气啊 大马哈鱼子 这是含有这个卫生素D 食物当中 它是含有最高的 排名第一位 那是只要鱼子 就都含有卫生素D 还是必须得指定大马哈鱼 大马哈鱼含得最丰富 那这种微地 您能不能再详细地 给我们解释解释 对于哪种肿瘤啊 对于哪种癌症啊 会有特别有效的一些 是 刚才我说过 它除了充足的摄入 这个卫生素D以后 可以预防皮肤癌 同时它还可以预防肠癌 肠癌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生活好了 大家都喜欢吃肉 高脂肪的饮食呢 实际上促进了 我们胆质酸的分泌 胆质酸过多的分泌 在肠道当中 就会形成二次胆质酸 其中有个叫做 食胆酸的这个物质 它呢 不一定是直接地导致 细胞发生癌变 但是它可以和肠道菌群 一起会导致肠癌 那么微生素D呢 就可以阻断食胆酸 这种致癌物质呢 对肠年膜 或对我们体内 这个正常细胞的破坏 那还有哪些癌症态呢 还有一个 现在最时髦的话题 它可以阻断肿瘤新生血管 我们就像沙漠中 长不上庄稼一样 它没有水 它就生长不了 那么我们这个 如果新生的血管 被阻断了以后 这种瘤细胞也不能够生长 种瘤也是一个新生物 它也需要营养的供给 尤其是刚才黄大夫说了 种瘤是一个疯狂生长的细胞 它生长的速度越快 所需要的养分就越多 所以它对营养的要求 是非常高的 如果我们切断它这个 供应它养分的这些血管 所以呢 它就会直接导致它变慢 或者是死亡 对 它虽然是很好啊 但这个东西 价格也不便宜 我觉得也就只有是在 陈刚追追女朋友的时候 可以给送这么一点点 这也不能天天吃啊 咱有没有什么替代品 价格别太贵 但是也能够起到一样作用的 那立昆你看看这个是什么 这个便宜 鸡蛋 这个跟大马哈鱼子的作用 是一样的吗 它里面也富含有维生素D 但是呢 这个呢 就是有时候像陈刚大夫 他每天都吃鸡蛋 但是他除了鸡蛋壳扔掉以外 他把维生素也丢掉了 是什么呢 你把维生素居然也给丢了 他不吃鸡蛋黄 对他为了保持他高大帅的形象 对 鸡蛋黄是不是噎了上了 实际上里头这个鸡蛋 就是鸡蛋黄 富含有维生素D 但是好多老人都不吃鸡蛋黄 觉得吃完鸡蛋黄之后 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三高 尤其是党固醇含量会变高 那这怎么办 这是矛盾啊 这个是黄带物在国外 他有经验 除了吃个鸡蛋以外 那还吃一个什么 吃完了鸡蛋以后 我们可以加一下 加上水果 一个苹果足以消掉 一个鸡蛋的胆固醇的超量 就是早餐如果我们吃鸡蛋 可以把鸡蛋黄一块吃下去 吃完来之后再吃一个苹果就可以了 成长大 我下次千万被把鸡蛋黄弄掉 好 鸡蛋黄自己吃了 鸡蛋壳给元旦 让你洗油壶 我这样吃鸡蛋黄 它也有的这个卫生素D的量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七粒鱼子足够买一大堆鸡蛋了 我现在特别关注 家属人带的第三个 第三个 这会是什么宝贝呢 银耳 这个呀是陈刚昨天晚上 为了他心目中的女神 特地找我去讨教 然后我辅助他熬的一碗银耳莲子羹 你怎么知道女神食量大熬了这么一大碗 其实他把他自己变三明治了 这个可能里面是非常好吃的 但是呢 它里面不利于维生素D的吸收 你送我一大蒜 里边基本没有大酸素 送我一银耳羹 还不利于维生素D的吸收 你这不诚心吗 我诚心一下 这怪我 这我给他出的主意 我觉得女孩子啊 肯定都喜欢喝甜品 而且这个银耳有美容啊 颈膚的这种功效 所以我才叫他熬这个银耳莲子羹的 那恰恰这个糖呢 是阻碍维生素D吸收的一个问题 哦 那就是说如果这银耳莲子羹里面不放糖 那最好 就是把银耳和莲子 还有枸杞熬在一起就可以了 对吧 可以可以 糖反而能够消耗维生素D 不利于维生素D的吸收 那么我们知道哪些东西 还能够妨碍维生素D的吸收呢 我们在吃这个维生素D食物当中 如果喝极高酒 它会使食物当中维生素D的吸收 降低六七成 补充维生素D有多种方法 之前介绍了几种 富含维生素D的食物 接下来 黄医生还要介绍一种 简单快速补充维生素D的方法 我们其实还有一种更好的方法 能够补充我们身体的需要的维生素D 那就是晒太阳 晒太阳 首先不能够暴晒 要在一个合适的时间段晒 那么一般呢 是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 然后呢 傍晚的四点到五点 这个期间比较好 那么我们晒的时候 首先 我们在屋子里面 隔着这个玻璃有没有用 那么现在的 一般认为呢 有这个玻璃的阻挡 我们会损失一部分紫外线 不建议这样 那么如果我们 这个不涂防晒霜 而且呢 也没有这个阻挡的情况下 晒半个小时 那么能晒进来呢 三千个单位 维生素D 大蒜素和维生素D 都是可以对抗癌症的超级元素 但是如果恶魔之花 继续生长 变得更加强大 还有没有其他元素 可以与之抗衡呢 家主任 他已经闯过了两道关卡了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没关系 这个立昏 这个肿瘤的发生 是像刚才你谈到的 到最后都会发生 基因上的改变 我们正常细胞里头 都有一种癌基因 它会导致肿瘤发生癌变 它有一种叫抗癌基因 抗癌基因 就是抑制这种 这个细胞发生癌变的 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 DNA基因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有一种调解细胞基因的 这种超级元素 哦 那这个超级元素 应该是在第三个盒子里了 哦 这是黑色的 黑色粉末 这是什么呀 我们在肿瘤医院的 这个病人的食物中 还有药物中 都有这种神秘的物质 是的 号称抗癌之王的超级元素 到底它有多大的能耐呢 让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首先 我们选取两只 相同体质的健康罗鼠 然后 分别在两只罗鼠的腋下 注射同剂量的 致病癌细胞 接种完成后 将它们放回到 两个相同条件的笼子里喂养 而这时 我们对两只罗鼠的饲料 做了些调整 一只感染癌细胞的罗鼠 食用普通饲料 而另一只小鼠 则食用了 加入抗癌之王的 超级元素的饲料 然后将它们喂养70天 70天后 我们发现 食用普通饲料的 一号罗鼠身上 长有一个巨大的肿瘤 而喂食了这种 超级元素的二号罗鼠 其患病肿瘤 明显小于一号小鼠 看来 这种超级元素的 抗癌功效十分明显 那么 这种超级元素 究竟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收看 由北京同仁堂 恶骄独家冠名播出的 我是大医生 它呢就可以刚才谈到的 立昆就是 它可以调解人体当中的细胞 特别是有一个 叫做P53的 这么一个抗癌基因 这种锡呢有研究 它可以调解这种抗癌的基因 可以抑制我们癌细胞的发生 那也就是说 这个神秘的小瓶里装的这个东西叫锡 锡 对吧 对 这个锡果然很神奇啊 非常神奇 立昆 刚才谈到正常的生活条件当中 有很多的毒性物质 都会导致DNA发生损伤 但是这个P53呢 就像交通港一样 一旦发生车辆交通事故 它就会很快地处理掉 使交通正常地运行 C就是我们细胞内的一些 正常的DNA正常地在运行 不至于发生突变呢 癌变呢 还有C它可以刺激我们体内的 叫做巨石细胞免疫功能 它也可以达到 通过免疫系统的功能 达到抗癌的作用 那么大家看大屏幕 我要给大家看两幅地图 那么第一幅是我们国家 胃癌 食管癌和肝癌的 高发地区的图 那么第二幅地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大屏幕上 是我们缺席分布的一个图 那么我们现在要把两个地图 合并起来 看看能发生什么 我们惊讶地发现 这两幅地图居然重合了 就证明 在这三种癌症的高发区 也同样是我们行政区域的 缺席的地区 那么就证明 锡的缺乏和我们肿瘤的高发 是有相当直接的关系 那么有数据表明 我们国家有72%的地区 是缺锡的 所以我们在座各位 其实身体里面 是一个处于缺锡的状态 那我刚才说 我急需维生素D 我现在感觉我急需锡了 我到哪能吃到锡呢 那就在你眼前 这么多东西 对 那我们得一点点看 这都是什么呀 白南瓜子 然后还得黑芝麻 白芝麻 还有各种的这个蘑菇类的东西 苹菇草菇 什么菇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你说说 你不在说 香菇是吧 还是你厉害 香菇 就是黑芝麻 这是最好的 这个里头富含有这个锡蛋氨酸 同时呢 它里面还有叫花色干的 这些物质都是可以 一个是刚才我谈到 可以抗癌防癌 同时呢 它还有一个激活 我们体内的免疫功能的 这样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食品 那白南瓜子呢 白南瓜子里面也含有锡 但是没有芝麻 还有的丰富 所以说我给离婚 首推 强烈推荐黑芝麻 蘑菇的种类真的太多了 有的时候 这么多种类 也不知道该选哪个 我这样吧 求助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 看看谁能告诉我 哪种蘑菇里面含的锡比较多 来我们请这个美女 你经常吃蘑菇吗 经常吃蘑菇 那你觉得哪种蘑菇里面 锡的含量是最高的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从刚刚看节目的时候 就是看到那个蒜嘛 小的就是精华 所以我猜是这样的 你认为这个对吗 对 我猜是这个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 这个是正确答案吗 这个是白色的草菇 白色草菇含有锡是 在这三种 应当时它是最高的 果然是这样 今天这个节目太有收获了 不仅找到了四种 在我们生活当中 会导致我们癌症的杀手 同时我们还寻找到了三种 能够抗击癌症的秘密武器 也希望今天我们讲到的 所有抗癌的这些法宝 对大家会有更多的帮助 同时欢迎您每周一和周二 都要锁定北京位置 我是大医生 谢谢大家 气温骤降 心梗频发 急诊室内险情不断 一条围巾竟会夺人性命 凉水洗脸 也可招致杀身之祸 多亏去医院比较及时 保得一条命可能就没了 美味火锅 又为何在冬天上了杀手榜单 这个病呢 就跟我们这个季节有关系 大医生为您揭秘 冬季心脑血管的致命元凶 明日22点 敬请收看 我是大医生